2003年12月8号上午9点28分 一个富有吉祥意味的时刻 国家体操队新一批世界冠军的登榜仪式 在体操队崭新的训练馆隆重举行 我们每年一度的登榜仪式 我们选了一个良辰节日 如期举行 那么为了我们渠海滨半夜消清 今天登上的光楼榜 表示热烈的祝福 这一次18岁的滕海滨是带着 从阿纳海姆市井赛上拿回的 两块沉甸甸的金牌 登上世界冠军榜的 石岔海周围的老房子 是北京城里最具金味的名剧 滕海滨名叫海滨 却并非生在大海之滨 而是生在了石岔海 这片美丽的海子旁边 它是听着沉中木骨和歌哨声 长大的孩子 小时候 滕海滨是大杂院里出了名的机灵鬼 小时候那时候很小吧 然后我们院里的街坊什么的 都管我叫一修 因为那时候小时候 老剃兔片 因为那时候头发不好 然后就老剃兔片 然后那时候眼睛也特别大 我呢正好出去招生的是 在各个幼儿园跑 海滨是在一个 东城一个幼儿园叫羽儿 普通幼儿园去招的 刚开始我发现孩子很安静 就说但是那这两个眼睛呢 一看呢就有神 就这样 滕海滨开始和体操结缘 从东城体校到石刹海体校 再到北京队 国家队 家里各式各样的展台越来越多 而海滨和父母见面的机会 却越来越少 2001年 海滨入选了黄玉冰教练的训练组 这可是一个世界冠军组 每天那个签数在减少 他是北京运动员 2008年又是在我们北京 当时他来的这个时候呢 还没有确认是北京举办的奥运会 但是北京去申办的 那么我们就也抓着这个机会 那么说假如说北京申办下来之后 滕海滨 又是2008年 正好是一个鼎盛时期 黄金年代 我觉得他可能意义更宗大一些 还是比较有压力吧 因为在黄岛这个组 黄岛这个是个冠军组 其他运动员都是世界冠军 那时候我还很小 而且什么都不是 而在组里最小的 而且黄岛比较关注我 对我期望很大 所以训练中了 多少会有一点压力 眼下海滨一家离开南下 挖子胡同的大杂院 搬到楼房去住 已经将近一年了 但大杂院院门上 海滨父母当年未订阅中国体育报 而钉上的报箱 却依然留在那里 让人倍感亲切 海滨很内向 做父母的大部分时间 也只能从各种媒体上 捕捉关于海滨的点滴消息 就是河宝质 那是 那是 就是 九云会 我以前也看 也订 但是就是没坚持这样的 有时候中大比赛的时候 什么 雅艺会 奥运会了 订一月 两月 就时间长了 有时候一年的 没订过那么长 尤其是 有海滨参加了 有大赛的时候 我订阅 没提过 凡是喜欢埋在心里 或许 正是这种性格 让海滨遭遇了 他人生道路上的 第一次重大挫折 2001年6月 在吉尖开赴武汉 出战九云会体操 预赛的前两天 海滨在练习 自由体操的时候 膝盖受伤 因为前一段 膝盖可能一直不太好了 然后 我就一直这么顶着训练 因为我想 比较想参加这次比赛 而且就近在眼前了 马上可能 马上过两天就要走了 然后在前两天训练中 然后 就是膝盖比较疼了 一直忍着 想参加这次比赛 然后结果 再做 小翻900 些前传的时候 膝盖骨折 海滨住进了医院 高岛 黄岛 以及队友们 都前来探望 这让海滨感到安慰了许多 在九云会上 一批中国体操界的新生代 开始展动头角 虽然距离世界最高水平 还有不小的差距 但他们的亮相 已经引起了国人极大的关注 而在整个九云会当中 16岁的滕海滨 只能孤独地留在北京队 空荡荡地训练馆里 那时候可能期盖还没好 还在恢复当中吧 那时候也是 他们所有的运动员 都去了 就剩下我一个人 就剩下我一个人 在北京队去年 因为国外队已经没人了 要么比赛 要么回克城 然后我呢 也回北京队去年 然后就是他们比赛的时候吧 都看了 也想要不受伤了 可能我也在比赛中了 在北京队去年 也想要不受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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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九云会 除了滕海滨之外 还有一个来自北京的小姑娘 也颇感失忆 而她就是目前 中国体操女队的 领军人物张楠 在2001年上半年 举行的全国锦标赛 也就是九云会预赛上 明国圈精湛的张楠 以一套出色的动作 获得了平衡目冠军 她因此被人们看好 能够在九云会上摘金 不过在广州 张楠却只和队友 一起拿到了团体同台 在单战上 她则是空手而归 张楠要把自己的努力 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把自己的命运 找到在自己的手里 小时候 每当遭遇到挫折的时候 张楠的耳畔 都会想起父亲的这番教导 父亲一直是张楠最佩服的人 张楠的父亲 是从江苏泰行来进务工的采访 在北京城西这个清贫 却很温馨的家中 张楠正是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起来的 五岁那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 张楠开始和体操结缘 在最艰苦的日子里的 那些记忆的碎片 成为父女俩心底的珍藏 那会爸爸就是 每天我上午上学 那会上小学 上下午就要上学 上学差不多就下午 晚上快五点了 然后爸爸就用自行车 送我去八角体育馆 然后那边就是 骑到半路上 那边就有个超市 因为晚上他把我心里说饿 就每天一根火腿肠一杯酸奶 然后等我吃完差不多了 然后也就到了 然后爸爸就在那 我就练 然后爸爸就在外面等 那会儿就是冬天啊 很冷啊 他就站外面等 我们就从路上 买一根火腿肠 有时候给他买一根酸奶 因为下到那个平洛的 他问董事说 爸爸你吃吧 没事 爸爸不吃 爸爸冬了 待会儿的训练呢 他的运动呢 所以你的体力要跟得上 也增加营养 他听懂事点一口 然后我也好好练 日复一日的训练 使这个三口之家 巨少里多 在张楠家中 全家仅有的一张全家服 被摆在了最醒目的位置 短发是张楠的招牌 在国家队 很少有女队员 梳短发 我觉得 留短头发嘛 比较有个性 而且也是代表一种自信吧 国家队中 同龄的女孩子们 都非常崇拜霍尔吉娜 而张楠则不同 她的偶像是乌兹别克斯坦 妈妈及视觉 冠军秋索维吉娜 或许正是秋索维吉娜 那种不轻言放弃的性格 是张楠最欣赏的地方 张楠也有骨子韧劲 广州九云会上的那次失利 并没有让她就此消沉 这是一张 釜山亚运会之后 中国体操代表团 凯旋的照片 照片当中 滕海滨和张楠在一起 笑得很灿烂 那是一种 雨过天晴之后的灿烂 釜山亚运会 这也是海滨和张楠 参加的第一项 大型洲际赛事 大赛上的出意亮相 两个人便赢得了满堂彩 在那届亚运会上 张楠四度折柜 而海滨则是一共获得了 三枚金牌 在这之前 海滨前后比赛 都没有怎么正式成难 我们把它放到 这个亚运会比赛场上 做男团主力去用 非常好 好多日本人和韩国人 这是谁 少年一年 他没发育的 没长起来 肌肉 老婆 身材 但是他用的项目 全部都发费了 并且在最后 丹签决策上中 还获得了 阿玛和丹岸那两个金牌 所以那次海滨是非常重要的意思 对他自己来讲是一个断点 对我们来讲是检验我们的分析 是否这么确 从那以后我们就互相信任他 觉得他将来可以做一个大将军 是凯用住的 除了男团金牌 海滨还获得了安玛和丹杠两枚单向金牌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丹杠决赛中 先出场的李小鹏出现了失误 而最后一个亮相的陈海滨 却丝毫没乱震脚 他高质量地完成动作 以9.8的高分 摘取了他在釜山亚运会上的 第三枚金牌 海滨突出茅庐 却已显大象风范 从某种角度上讲 对于张楠来说 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 是一届属于他的亚运会 在这家亚运会上 张楠获得了女子团体 女子个人全能 高低杠和自由操 四枚金牌 亚运会我自己就是 那种训练水平也有 而且什么都具备了 就看我自己怎么发挥了 然后以后上场的时候 自己其实什么也没有想 就是想动作要领 而且也不是很紧张 反而之后又和 而且又有大的带队 感觉大的带队就是 大带就有一半的信心 就已经建立出来了 而且再加上自己的水平 完了之后 教练 完了再给我们鼓励鼓励啊 完了就是让我们放开了笔啊 就是 很轻松的就上场了 即使获得了四美金牌 在亚运会上 张楠还是有遗憾 这些都远于他的平衡目情节 其实几乎每次比赛吧 自己对平衡目都有 就是很大的希望 真的是很想拿 就是在这个项目上 特别希望拿冠军 早从九云会起 张楠就陷入了一个怪圈 每逢大赛 她在团体和全程比赛中 平衡目的发挥都会非常好 但细今为止 张楠却从未在任何国际大赛上 获得过平衡目单项冠军 釜山亚运会上 张楠有幸和自己的偶像 邱索维金娜同场竞技 并且在自由高项目上 同邱索维金娜 共同站在了冠军领奖台上 在获得了亚运会 最佳体操女运动员的称号之后 张楠还荣幸地接受了 体操女皇霍尔金娜的颁奖 在国际女子体操界的 一代巨星面前 张楠显得是那么稚嫩 但是她代表的却是未来 是希望 福山亚运会之后 开始有人把张楠 称为中国女队的领军人物 领军人物 首先女队要在技术上 你要能够站得住 这样你才能起到这种作用 才有这种号召力 我想作为中国女队 我们目前也在全力地塑造 她能够成为一个领军人物 2000年新年奥运会之后 中国体操女队呈现出了一种 小鸭挑大梁的局面 而张楠 这个在亚运会上表现得 最为出色的小鸭 也开始承担起了对战的重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海兵又受伤了 海兵又受伤了 这一次不是在家门口 而是在万里之外 第37届体操世界赛赛地 美国加州的阿纳海姆 2003年8月2号 也就是中国体操代表队 抵达阿纳海姆 开始备战的第二天 海兵在做单杠练习时 银鼓骨折 做一个踏踏天步腾越 离单个远了一点 一个手抓住了 一个手没抓住 到车面之前掉下来 摔下来 摔得看着并不重 就统统掉在垫子上 就这么一刮一蹭 就把习惯接着 因为单腿着急 撤不住 冰果 折胶 赛前的这么多努力 赛前训练 就在这个受伤 然后 把前面的训练成果 都给毁于一旦 为了不让中国队的士气 因这次意外而受挫 也为了不让在场的 其他队伍 察觉到中国队的 这个小小变故 在场观看训练的高见 向海兵果断做出了指示 六个项目都练完了 最后要出去 要上车 这个比赛管理 训练管理 那个门口还有几十米 门口还要上机车呢 我是团长 我就过去 我还别 能坚持一下走出去吗 我看他脸 还看着我的眼睛 我小时候说 我想 美国人的探子 可能就在其中 你明白吗 小时候明白 我知道很疼的 刚刚脱旧的起 准备了 准备了 训练管距离中国队的大坝 还有三四十米的距离 海兵强忍着剧痛 自己走回了大坝 回去以后 医生打开 爆炸了一上午 付了病的 气管件 中间 然后这么抽一个针管 这么长针头 抽出来东西 你一种就有液体伸出 伸出的是什么液体 关节液还是什么 伸出来抽出来的 抽完了 刺到那个玻璃背里 半杯子 血水 线会线 完了队医哪里我看 队医我们老队医张平文医生 我们老领队 老领队也是领队了 当时我们都有点 这份闯上知识 他想看 有没有油猪脂肪低 油油猪说明 骨骼 软骨受到了损失 当时下午 我就冲着那些 外面太阳 太阳落山了 夕阳 看着杯子 到阳光底下 亮亮 一滴一滴鲜血上的浮着 一滴一滴的幽猪 我亲眼 咳嗔一下 看来 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重 8月6号 中国体操队从国内 集招逢镜到阿南海默 至少就着急了 满足问 问这 问那个 都不知道 问的记者也干 也不知道 他说了 没对外 咱们都没对外说 没对外公布 到来 咱们都开 而我们当时也知道 只是有人受伤 太风静了 令人庆幸的是 在科学的指导下 海滨的伤恢复得很快 四天之后 8月15号 海滨已经可以做全套的动作了 腿可能还没好 我就马上开始训练了 开始成套训练 我想证明自己 还是可以上这个肯定 可以 比这种激烈的比赛上面 可以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所以平时训练 那次赛肩训练 还是按平时那种 不管腿到底怎么样 还是咬牙挺寒 海滨伤势的迅速恢复 是中国队实体大阵 而此时的中国代表团核心 又开始为男团决赛的出场顺序 而担惊解虑 在最后一项 单了最后一个人 我们研究了三天三夜 最后一个人谁上场 是黄旭呢 还是先王冬 还是同海军呢 先确定了三个人 633嘛 谁上场 最后我们把海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他的成败 决定全力的成败 决定冠军还是 拿得下来 还是丢失 在男团决赛中 中国队最后一个比赛项目 尴尬的比赛里 滕海滨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出场 男团决赛进行的异常激烈 当时的情况是 最后一个出场的滕海滨 一旦稍有失误 东道主美国队 就将夺走男子传体的金牌 18岁的滕海滨 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老练和平静 他呈现给人们一套 规格很高的流畅动作 这就是受伤后 仅仅恢复了13天的滕海滨 一个创造了奇迹的滕海滨 一个一锤定音的滕海滨 中国男队终于又一次站在了 团体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 而作为中国女队的当家华代 张岚虽然没有实现 自己成为世界冠军的愿望 但他和他率领的中国女队 却完成了在雅典之前的 一次难得的锻炼 2003年12月 迎来战队50周年庆典的 国家体操队内一片喜庆 但是面对即将到来的奥运年 这喜庆的背后 又运盘着说不出的紧张氛围 大家都憋读了劲 准备去续写奥运会上 中国体操的辉煌 中文字幕志愿者 律师同志 亭信任这条 中文字幕志愿者 律师同志